好 接下來我們對政治焦點 要跟這個委員來討論 我們連線是委員牛許婷 委員 午安 大家午安 是 要跟您討論 國會改革修法預計明天 也就5月28號即將要完成三讀 最後一禮路囉 加油 不過藐視國會罪呢 是僅止於立委對於官員質詢部分有效 但是民進黨立委中嘉賓質詢 法務部次長的說法 是不是有在故意 帶風向去曲解這個法案 這樣無線上綱 變成好像全民都可以跟官員來作對呢 您怎麼看 這個 藐視國會本來就是針對官員為主 因為事實上過去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他們行政官員的傲慢 動輒以反質詢或者是質問虛達的方式 浪費立法委員的質詢時間 基本上就是對立法權的極度不尊重 那麼修正這樣子的一個法條之後 給予嚇阻 讓這些行政官員 面對質詢的時候能夠更加謹慎 這是這部法條設定的這個積極意義啊 那中藥兵委員今天在質詢的時候 他在想說到底誰可以提告 他在談這個法律執行的一個細節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尊重 那他在講說因為 藐視國會的被害人基本上是國家嘛 因為是以整個立法院為單位的 那我們又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當然你可以講說受害人是國家 所以說屬於全民都可以告發的這樣一個內容 但即便如此那有怎麼樣呢 這不表示我們會濫用這部法律啊 我告訴大家這個很多人都在問說 這樣子的一些國會改革的法案修正之後啊 那立法院會不會變成大怪獸 其實不會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都是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如果說這個增加監督權的法案過關之後 被我們拿來濫用的話 那我們一樣會首當其衝啊 比如說如果一個國會議員在 這個上場質詢的時候 他自己不做功課 問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整個質詢持不答義 然後官員沒辦法好好回答 然後這個立法委員說你是藐視國會的時候 這個本身就站不住腳 為什麼因為不管是質詢 或者是未來的聽證調查 他都是一個公開的 錄音錄影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人民隨時都可以看的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自己也要做好功課 才不會變成那個濫用法律的人 所以說什麼全民都可以提告那又怎麼樣 這個如果不是罪證確鑿啊 或者是很明顯的這個重大為師啊 基本上實務上也不會觸犯到藐視國會罪 所以這個法定下去的好處就是說 那些真的就是意圖要鑽漏洞的人 意圖要搞這個要侮辱國會議員的這群人 他們會受到處罰 但是只要大家好好面對 這個立法院的這個質詢 這個面對問題好好回答 坦白從寬 那你當然不會有藐視國會的問題啊 不管是誰來提告都一樣 只要行政官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好好的回答國會議員提出來的質詢 就沒有藐視國會的問題 所以這步法本來就是我們對認真回答的行政官員 我們會非常客氣 因為如果行政官員好好回答 然後立法委員以死氣死 那到最後倒楣的還是立法委員 對不對 所以對好人更好 對壞人更壞 我覺得天公地道啊 藐視國會罪的立法 從頭到尾就是針對那些更壞的人 那更壞的人他應該受到處罰 就這麼簡單 好 更壞的人應該受到處罰 好 但預料朝野明天會再度在議場上演這個對決大戰 其實議場外頭的群眾的運動 現在看起來也蓄勢待發 聽說已經非常多的民團都在號召了 那對於如何擋住藍白合作通過的修法 現在傳出喔 民兵黨可能會用四大武器 來擋住國會改革的修法 像是第一個啊 這個是行政院可以對立法院通過的法議案提出複議 再來第二個可能是由民兵立議院黨團或行政院 來對相關法案申請釋憲 第三個呢 這是可以發動公投 第四個還有人說可能總統可以依法公佈法律 但這個雖然是有若干親律學者聲稱 這次修法但是明顯有危險爭議 所以他們認為雖然是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總統也可以選擇公佈法律 這四大武器有可能變成這回的 接下來民進黨他們動用的奧布嗎 真的可能用出這樣子醜陋的招數嗎 你怎麼看 我們要從政治的長遠發展 來看待這一次的這個修法的工法 就是除了法條本身的意義之外 也有背後的政治意義 其實大家都在看 賴清德總統上台之後 他如何面對一個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 其實任何在很多國外的先進民主國家 你如果是朝小野大雙手掌勢的國家 基本上你會直接把阻隔權交給在野黨 對不對 因為人家在國會是多數 你必須要尊重這樣子的一個多數 那我們的憲法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我們也願意尊重賴清德總統 把第一次的這個內閣交給了卓榮泰先生 對不對 那我們就尊重 可是在朝小野大的時候 你如果要避免政治的僵局 也就是說我的預算通通被立法院否決掉 或者是我的重大政策 我的法案通通被立法院否決掉的時候 你要避免這樣的政治僵局的時候 唯一的做法還是要回到人 也就是說你的行政團隊腰桿子要軟 你要能夠很柔軟的溝通 也充分的尊重國會代表的民意 大家透過協商商量的方式 讓這個法案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政治 可以繼續的來運作下去 國會無法修正過關之後 那就是這個 我們新國會代表民意 強烈意志的展現 那我們就看執政的民進黨 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這樣子的一個現實 技術上當然你可以提複議 你可以提這個視線 你可以發動公投 甚至你可以不公布法律 這個都是理論上 可能會用的這些招數 但是如果民進黨政府執迷不悟 非得要用這些招數 非得要去擋這個法案的話 那就表示他真正 完全的選擇跟新國會開戰 那麼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當然有能力 讓民進黨政府付出政治代價 如果你真的要一意孤行 被柯建民這一群老戰狼給把持啊 然後非得要跟國會開戰的話 那我們就跟你開戰 這一次國會無法的修法過程 已經證明了 國民黨跟民眾黨 為了要貫徹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有覺悟的 我們是不怕付代價的 那該交土作戰 我們就跟你交土作戰 那下半會期 你民進黨真的 你確定你這個少數國會 你可以推得動行政院的法案嗎 你可以確保第二會期的預算 你可以順利下裝嗎 我們就看著辦吧 我是覺得 你看今天卓榮泰稍早受訪的時候 他其實有釋出一點點信號 也就是說 明天是不是群眾不要去做集結 然後大家立法院 回到過去的這個 比較有序的方式來通過法案 表示行政院也釋出了善意 他了解到說 政治的現實 他必須要尊重新國會的意見 這個有可能也是未來的走向之一啊 也就是說 這個執政黨了解了 這部法案修法的用意 然後大家希望去對焦 要好好的來使用這部法案 而不是透過各式各樣的奧博 去反對到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想搞不好 這個明天的審查跟後續的處理 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 也說不定 但是如果真的他們執迷不悟 新國會既然代表多數民意 國會過半是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絕對會讓執政黨局付出代價 好另外呢 也要再來討論的是 台灣民意經驗會其實在今天所發布的 國人對於當前的死刑存費相關的議題態度 及時民調 結果我們一起來看哦 結果只有一成國人基本上贊成廢除死刑 也就是說高達將近八成五反對 而且呢就算大法官做出死刑違憲判決 也只有一成五的民眾的態度會做一個改變 基金會呢 董事長游一龍還示警 反對費死跨性別世代教育程度階級 建黨如果大法官做出死刑違憲的判決 民進黨勢必將會付出無法估計的重大政治代價 要請問委員您怎麼看 台灣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人民對司法失去信心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不相信現行的這一套法律 能夠有效的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一個國家如果不解決法律的公信力問題啊 你修再多法也都是假的 為什麼大家對於 這個大法官要視線去詮釋死刑是否違憲 這麼焦慮 就是因為現在的這個長期一段時間 判了死刑不執行 甚至給了很多死刑犯逃脫的這樣一個空間 是讓人民非常失望的嘛 是讓人民對於司法失去信心的嘛 是讓人民對於社會氛圍非常焦慮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時候 大家難道不要先解決眼下的問題嗎 我們應該先讓台灣的這個法律體系 找回它的公信力 讓大家覺得說這個司法 是可以捍衛公平正義的 那然後大家再來討論 所謂的人權價值 能不能跟歐美部分的歐洲國家 來做靠近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長時間要說服的過程 那民進黨政府如果要透過這種 這個奇怪的方式去超捷徑 透過說因為大法官都是我的人 所以我要用視線的方式 我就要一步到位 那我告訴大家 這個社會的反制力絕對會非常的強嘛 因為你做的事情跟人民的期待背道而馳的時候 那我看民進黨大概也不用 也不用想過安穩日子了 因為超過八成民意反對的東西 你還用這種方式 用一群不見得了解基層生態的人 去片面的做出詮釋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決策 他真的是正確的嘛 他對於民進黨未來治國真的是有幫助的嘛 我是高度懷疑的 所以我是希望 這些人在視線的同時 也要了解整個法律 這些過程的一個脈絡 你看連民進黨的利潤黨團都不敢為這樣子的行為 廢死的行為去貿然背書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嘛 那我們就去看嘛 是不是一樣嘛 就我們剛剛講說 你是不是對於這些事情 你都要執迷不悟 堅持到底 這件事情整個社會大眾都在看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預計7月8月由台北方來做一個主辦 根據了解 上海派出財先團在今天已經抵達台北 我對此台北市長蔣萬安他表示說 目前雙城論壇 是兩岸之間官方僅存的一個唯一交流的機制 當兩岸關係越緊張 則越需要溝通以及交流 而北市的官傳局長王秋冬也回應說 財先團慣例上頭 是按照陸委會核准行程來做一個進行 目前仍然期盼上海市長龔振來訪 不過龔振確切是否會出席雙城論壇 到時候簽署的NOU主基調等等 目前都還沒有做出最新的確定 同步來關心的是 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 今天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台灣仍然沒有收到邀請函 衛福部長邱太元指出 會持續用台灣或是ROC名義 來爭取參加世衛大會 同時他也呼籲世衛賭支 不要讓政治裡來干預 危害到台灣2300萬人的健康權益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的國名就是Republic China 所以用台灣 用Republic China 我想都是我們要堅持要使用的 我們每一年都可以看到 更多的理念相近的國家 或堅持健康是基本人權的國家 更多的國家在支持 這個力量我們每年都看到 所以也會讓我們台灣 所有的 所有的人民更加的有信心 未來會更有機會 來把我們台灣最好的 醫療防疫公衛的水準 來分享給世界各地 不管是中國對在政治力的影響 我相信健康人權這個理念 永遠是WHO的基本的理念 以及世界上所有人民在追求的理念 這是一個正向的 我們台灣就是往正向的方面 一直在努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床的友人 看到了 氏 最好 新生的 歷史 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